点击中国中医科学院期议订阅号,查看网期内容,素问条经论,低于,阴虚声内热奈何,齐博乐,有所劳选,行气摔上,骨气不胜,上脚不行,下碗不通,胃气热,热气熏熏中,顾内热。 中医看病最重要的是问阴阳,虽然都是糖,红糖暑温,冰糖暑凉,曾经有人跟我说,中药都是水煮绿皮,我半开玩笑的说,那你怎么不下天中暑喝红糖,统经喝冰糖,说蜂蜜就是糖水,那是因为你不懂蜂蜜,更不懂中医。 吃症的时候,最重要的也是区分阳虚还是阴虚,都是虚症,有些人吃食糊,越吃越凉,因为食糊是补阴,而你是阳虚,有些人看见别人吃人参,他也吃,结果一吃就上火,因为人参是补气补阳的,而你是阴虚,阴虚内热常见症状,热,手心热,足心热,甚至潮热不欲进一杯,烦,心中烦热。 无视野发,易怒,干,口嘎,烟嘎,皮肤单,变干,汗,大汗,入夜汗出,虚,头晕,发力,心气,阴虚为什么就容易上火呢?阴可阳在人体内是平衡的,人的健康全赖于阴阳平衡,如果阴阳失衡,不能相辅相成,就会产生各种健康问题,既不能多,也不能少,少了就是虚, 多了就是抗,阴一旦少了,虚了,相对阳就多了,抗了,这就是阴虚阳抗,阳抗最直接的症状就是上火,有些人属于阴虚体质,比如喜欢吃生冷,比别人也奈何,平时可能也表现得不明显,但一旦吃点什么神容高丹之类的补药, 尤其是补气药,就很容易出现上火的症状,通常人们所说的补止的是温补,所用的药也基本是些温性补药,正确的补药包括补阴,补阳,补气,补邪等,不同情况补法不同,用药也有良补,温补等不同,阴虚的人应该是补阴补血,而不是补气补阳, 阴虚导致的虚火,轻火再次,最根本的是要滋饮,厌食方面可以多吃一些银儿,甲鱼,沙尔,百合等,保健可以考虑卖冬,菊花带茶饮,无欲医生每边送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